我们的小编正在跟欧姆加联系 争取尽快做一个开箱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咱们玩表的人群中 有这么一批神秘的人物 冯豪表必买 他们买表的数量惊人 被戴上了收藏家的高帽子 偶尔也有个别浮出水面的 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攒表的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只买头部 还有就是只关注限量 这个逻辑很简单 那就是大家熟知的物以稀为贵 2022冬奥会在北京举办 咱们就聊聊奥运会万表的收藏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表明 有谁完整的收藏了奥运会万表 为了方便大家收藏 我们捋一下奥运会万表收藏的线索 希望大家用得上 顺便说一下 万表流行力 就是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服务的频道 订阅一下 省得下次找起来费劲 我们介绍欧米加青岛奥运展的时候 提到了参展的八个奥运款 包括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18K金海马 这表是狗腿表尔 法郎表盘 1982年奥林匹克楼空济石马表 奥林匹克怀表1932限量版 超霸系列追真万表 都灵2006 海马系列海洋宇宙平昌2018限量万表 海马系列300米潜水表北京2022特别版 海马系列Aquaterra万表北京2022等等 大概有那么七款吧 你肯定会问为什么不全呢 那肯定是因为抢手呗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 奥运会万表至少有19款是必须要收藏的 另外几款分别是1976年蒙特利尔夏奥会 因斯布鲁克冬奥会所使用的欧米加计时马表 1994年欧米加为挪威冬奥会推出的海马奥林匹亚 按现在的说法就应该属于海马300了 2006都灵奥运会限量版 这个是欧米加海马Aquaterra驻轮计时马表 在秒针上有奥运五环配重 限量2006枚 2008北京奥运会 欧米加推出倒计时海马29限量版 这款表只在奥运会期间在北京发售 每天放出88枚 我的一个朋友就买到了这款表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欧米加推出了枫叶红表圈的海马限量版 2012年奥运会 欧米加推出的是海马1948同轴群众 伦敦2012限量版 之所以叫1948 是因为同时纪念 1948年也是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 接下来就是2014索契冬奥会 欧米加推出的是海马海洋宇宙索契2014限量版 还有欧米加索契比德哥勒限量版 这款表是九桶型的 限量100枚 2016年礼约奥运会 欧米加推出了三个限量版 分别是海马300米礼约2016限量版 海马牛头表礼约2016限量版 超把Mk2礼约2016限量版 这个限量版的三个小表盘 分别用铜925银和金装饰 你懂的 2020年东京奥运会 欧米加推出了三款 它们分别是海马300米东京2020限量版 刻有波浪纹的白色陶瓷表盘 Naya的锁紧后背 就是宁紧后那个东京奥运会的标志 总是正的那种版本 机芯已经是至真同轴天文台级别的 8800机芯了 第二款海马Aquaterra 150米至真同轴天文台 41毫米东京2020限量版 第三款是海洋宇宙600米 至真同轴天文台 39.5毫米的东京2020限量版 北京冬奥河特别版 目前我们已知的有两款 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 就是欧米加海马300米潜水表特别版 和欧米加海马Aquaterra 在配置方面海马300米潜水表是五级泰表圈 蓝色陶瓷表盘 激光雕刻波纹8800机芯 这块表有讲究 它标志了欧米加在计时历史的里程碑 北京冬奥会是品牌第30次担任这种权威计时 而海马Aquaterra150米同轴秦纵至真天文台 41毫米北京2022 哇这有点累啊 它的机芯是8900机芯 同样是特殊配置 这两款表不限量 但下面这套限量 而且在国际上已经卖风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欧米加海马奥运会系列限量版万表 它搭载的是8800至真天文台机芯 带着例子 再说一下海马奥运会限量版套中万表 欧米加全新推出的奥运限量版套装 以奥运会五环的五种标志性颜色 打造出五个表款 礼赞品牌担任奥运会正式即使的辉煌历史 所有外表都是以特制的礼盒包装 里面还附一个袖珍的终点钟 这是专门制作奥运会终点钟的 同一个瑞士铸造厂打造的 杨基养花驴表圈 镌刻着从1932年洛杉矶 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及七年份 外表套装全球限量发行100套 这寓意是什么呢 就是到2032年欧米加将缔造百年奥运计时传奇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欧米加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款表 刚刚又出了一款北京2022特别复刻版 我们的小编正在跟欧米加联系 争取尽快做一个开箱 你们只管一键三连 后面的事情我们来办 OK 关于奥运手表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